高雄港银水人確診 開工日银水人辦公室 卻依然門窗緊閉 高雄市府要求所有银水人 都需要全數篩檢 緊張氣氛 籠罩高雄港 開工日所有港區相關人員 全面篩檢 陰性才能上班 今天就要再篩檢了 然後昨天 那個篩檢完的 那個幾位呢 他明天要再篩檢一次 高雄港共42位银水人 除確診外 41位需完成兩次篩檢 8號下午結果出爐 擔心一旦隔離人數增加 將影響高雄港部運作 正常來講 20位银水人 應該可以應付 減少量再大一點的話 幾乎就 高雄港就會 可能就會變得很慢 或者是甚至停擺都可能 在接觸者的部分 共197人 同住家人有12個 都是居家隔離 主機所置的一個 的採檢報告 是呈現陰性的狀態 要確保 银水人健康 避免成為防疫破口 每週必須快篩後 才能登船 或改以遠距領航 若有違規 將加重裁罰 避免银水人染疫 大愛新聞 是宇辰鄭瑞平 高雄報導 大愛新聞 店員 是 公司 大愛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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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